日圆人团圆爱心不停歇 花联八家高饼业者 坚持为弱势独老以及贫困的家庭尽一份心力 在中秋节的前夕爱心串联 捐赠月饼2400颗 由财团法人花联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的社工们 逐一发送给县内超过600户的个案 持续第10年的公益捐赠 也期盼可以帮助到弱势独老 以及贫困家庭感受中秋佳节的温暖 十年爱心不间断 月圆人团圆迎接中秋节 老家花联市设照西剧点长辈 特别为十周年捐赠活动 带来我们的月亮一定元表演 为花联八家高饼业者 自103年开始 中秋前夕传年爱心捐赠月饼2400颗 揭开捐赠序幕 感谢业者为弱势独老及贫困家庭充分心力 十年前开始 那因为我们当时 这个社团现在比较少运作 那当年叫健康美食协会 我们当时的创会的理事长是理想大力 理想大力的董事长梁清正 那梁理事长呢 因为跟我们老家协会当时的 也是创会会长 我们的杨洁杨理事长 也是好朋友 所以当时就提到说 在中秋节的时候 要给花莲一些 比较没有关怀 可能需要关怀的一些长者 来吃月饼 长一间啦 我们当时遇到中秋节要送月饼就很辛苦 因为那时候自己买的时候 一个月饼起跳 那时候大概就要四十块 所以对协会人来讲 是要送一两千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但是从十年前我想包括理想大力董事长 还有对吴大哥这么的牵线 老家在开心的话 有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月饼这个部分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月饼送给我们需要的长辈 包含阿美马蜀 杜伦先生 吴家饼铺 阿不多 至果工坊 丰心饼铺 花莲馅饼 理想大力度假饭店 回来数到等八家花莲糕饼业者 同样在中秋出货繁忙之际爱心助老 坚持为弱氏独佬制作美味月饼 老家协会表示 目前助老中秋附带人缺八成 此判透过活动抛砖引玉 各界发挥爱心 帮助弱氏独佬只评价感受中秋佳节温暖 接着讲汪雁华联系报导